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超人归来的故事 这应该是超人故事中最尴尬的一次 自己的女儿跑去跟别人结婚 失去超能力,被人群殴 去医院治疗,连针头都扎不尽 尽管如此,超人依然极富传奇魅力 故事发生在超人离开地球的五年之后 在这五年里,人类仅仅已经淡忘了曾经的救世主 在一天夜里,天上及时的流星坠落在农场 年迈的肯头夫人,知道这次肯定是自己的儿子 从克星回到了地球 他期待这一刻,已经足足五年 超人以克拉克的身份要重回了地球 本以为可以重新回到受人瞩目的超人生活 结果回到公司,他发现 女儿路易斯,由于他的不告而别 已经和同事订婚,还有了小孩 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不打眼的记者 此时已经毫无存在感 当年被克拉克送进监狱的光合哥已经出狱 在得到一大笔遗产之后 他决定东山再起,继续跟超人作对 在吉北之地,他意外发现了 当年留在地球的克星水晶 这种水晶只要扔到水中 就会吸射能量,不断复制 最终在地球上形成克星物质 构成的新大陆 最最要命的是 超人在克星物质的干扰下 是没有任何超能力的 在光德哥起动灶火